《晉遣公家》 這個是牛肉 沙爹牛肉 其實最花功夫是那些醬 幾樣東西混合 雅心醬 有很多東西混合 但我覺得它有趣在 菠蘿蠻好吃的 菠蘿、酸瓜、蘿蔔 你又看到這些沙爹 跟新疆或其他地方燒的 或其他泰國菜的油有些不同 對 它的濕身 汁比較重 林忘記說 這間餐廳叫安蒂馬來 安蒂 就在海運大廈 地牢 G16鋪位 你還記得嗎? 關 G就是關 地牢 新開了 我沒有紀錄 四天 昨天是第四天 老太爺請我們去試菜 燒得不錯 我真的喜歡醬 我不改口來吃 所以你說香港飲食也不能做 是說你自己 第一 你自己能否開到那條路 適合別人的口味 對 以前這裡做海南雞飯 海南少爺 前身 問題是 你沒事的 熱潮過了 我又轉 我們做飲食也無所謂 轉 一雞吃一雞鳴 昨天幾個大廚在那裡聊 一定要量些新菜式才行 不停地轉 那你昨天幾個大廚 大佬 加上工資不得了 是呀 成中最top的那幾個 大佬 莫先生就叫邵師傅 你幫我量度 我轉中國元素進去鐵板燒 哪裡 莫先生 你應該找你 為何找邵師傅 不可以 浪費了你 你別搞的 我突然要罵醒他 下一張照片 我找你 這個是不是米子 我忘記了 裡面是酸酸尾尾尾 挺開胃的 是紅蘿蔔和白蘿蔔 蘿蔔 蘿蔔 點辣醬 不是辣 挺好吃 他有寫名單 你有沒有看 他哪有給我 有名單 有名單 有 他沒有給我 他不是故意給你 他有寫名單 應該有的 莫先生剛剛發了一堆酒 過來給我看 是嗎 不是 有酒 有酒 有香檳 有紅白酒 我覺得這個特別的地方 他放酸酸甜甜的蝦乾在表面 每一塊在表面 釣到味道 這些是我們馬來式做法 但師傅挺有創意 所以說 你知道有些是很死固固 馬來餐廳 這位馬來師傅 在馬來出生 全對 在馬來出生 他講廣東話都可以勉強 他說自己是華人 但馬來出生 馬來大 真是馬來風味 有 焦糖 脆魚皮 馬來撒爹 六吋雞 六吋豬肉 蟹肉雜菜薄餅卷 白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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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像做功夫 差點 沒有給我 大哥 你自己賺的 我自己賺的 我自己賺的 我只顧著和人研究菜式 你看見人蟲蟲的糖 暈倒了 死你 我自己賺的 我有定力 你整個媽媽都不認得 我還要代你 去招呼薩姐 薩姐說你懶惰了她 喂 但我現在沒有 薩姐是美人 所以我懶惰 由我負責 但你說得有很多 你有沒有拍過 鑊仔馬雞飯 有 現場出的 飯很重要 你不要開玩笑 我現在拍你就知道 來下一張相片 這是另一個 這是雞肉 我自己很喜歡吃 那道的沙爹 他們除了醬 他們的肉本身有醃過 全都 有醃過 不是馬馬夫夫 隨便找肉 燒完 讓你點醬就算 因為他們那班 不是年輕人 他們知道口味是甚麼 明白嗎 廚房也很年輕 可以摺到地氣 還有她也說 要做一點 適合調整 適合香港人的口味 還有那裏 海運大那裏 不是那麼容易做的 很多間的 不是很多間的 經常轉 為甚麼 因為風氣過了 接不到 別人那些 你知道 狗瘡也跟你不客氣 怎麼跟你客氣 真的 建築師 用不完地積比率 都控告別人 嘔吐血 很重要 大商場 當然 剛剛開 我們又去捧場 嘗試 總體來說 這些都可以 對嗎 不需要 刷別人的鞋 可以嗎 不行 我會說 真的不行 不能說 來 下一張照片 這個肉骨茶 有油炸鬼和響鈴 是跟來的 有些醬油 讚不絕口 你知道嗎 Moxan 邵師傅 後來 細韜 本來 莎姐 說 我不喜歡吃 有肉類的食物 後來 Moxan 說 你試試 這個肉骨茶 好 結果 莎姐 也有 他說 你不要吃 骨和肉 肉骨茶 很多地方 有些肉骨茶 包賣 你明白嗎 我知道 但是 那些肯定不是茶包 是自己做的 是自己煮的 是自己煮的 完全不味道 很融 很入味 這個有腩片 有排一支骨 還有豬手 很厲害 下一張照片 應該看到豬手 不是 一會兒 可能會再有 這個蝦 厲害了 邵師傅的太座 很喜歡吃 對 他說這個蝦是軟殼蝦 對 不做硬的 而且 故意做得濕一點 對 因為很多黃金蝦 炒得乾 炒得乾 感覺是起沙 但故意不做到起沙 配合軟殼蝦 於是 其實 它滲蛋黃味 還滲得多 你會感覺到的 印尼、阿拉之類的 煮的都是有些汁 濕濕的 濃味 有很多椰奶 椰奶 椰奶 醬油、醬油 也是濃的醬油 對 這個軟殼蝦 我一開始覺得 這個蝦 似有橫毛 不會弄傷一條舌 亦扯了出來 挺好的 我看到 邵師傅、太太 嘩 吃了幾隻 要不要餐餐吃四川菜 改口味 不是 它是四川人 他太太是四川人 他有自一 OK 來 下一張照片 有肉骨茶 有豬骨 Moxa 你吃個豬手 很棒 目前例子 我吃肉骨茶最好是這間 因為以前大坑有幾間 我吃過 越吃越差 簡直是叫肉骨茶 我知道 近房協那裏 就是吃越差 我也吃過 那間 它開了十多年 以前可以的 不便宜 不便宜 百多元一個 我最初吃已經是一百二十八 現在可能不止這個價 它很濃 我以為濃得來 那種味道 濃得來很香 用藥材的問題 一定要當歸 太多人不好 是的 但當初說 肉骨茶 其實就是 因為運貨的時候 那些運藥材 很多都掉到地上 撿撿慢慢 那些菇菇 因為他們太體力勞動 撿撿藥材 撿到什麼 就連同 豬骨 為何要有肉有骨 否則不夠氣力 每一樣東西都是 有一個來源 對 吃的來源 就等於大馬站煲 是嗎 就是這樣 其實只是雜菜煲 不是雜菜 意思是用燒肉 用什麼 雜筆 用豆腐 蝦醬 原來是給菇菇吃多 以前賣豬仔去南洋也是這樣 搬東西 運東西 賣豬仔 我們叫賣豬仔 這個名字 說得很貼切 其實 不是賣豬仔這麼簡單 要簽賣生契 以前賣豬仔 香港是一個暴頭 什麼叫暴頭 是上船 下南洋 在鄉下吃都沒得吃 死都要搬一批 對 有些搬到的 有些搬到的 就變成富豪 很多南洋的華僑 本身去到那裡 因為中國很熬 南洋的人爛 沒那麼熬 那就益了 等於去舊金山 香港地 大家不知道 在內地招集 或者怎樣偷拐拐 那些豬仔 一送去 現在哪裏呢 美夫對上姚中夷紀念館 那裏以前是醫院 和衛生院 專門傳染病 後來改為檢疫中心 上船之前 那群豬仔 就在那裏檢疫 沒有病 才帶他們上船 在那裏 賣完豬仔去那裏 慢慢建立了 有些錢莊 便匯錢回來 賺到錢 就是這樣 以前的生活 最多就是那邊 台山那邊 四一那邊 那裏很窮 南潘順那些 比較少賣豬仔 因為魚米之香 這裏更多精彩節目 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客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成績訂購支持